欢迎 欢迎在座 各位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雨消对话》2015高尖远足的 陈教授 你好 我们今天的嘉宾 我觉得有点耐人尋味 是 因为一个原因就是 听完他的公司名字 他的名字 完全想不到 什么原来是说他 是 他在人生的上半场 是很专业去做一项生意的 但是人到中年的时候 无端端教大家不熟不做 是 曾经说过 是 不熟不做 但他不熟都做 又做得非常成功 不熟不做是否真的说行业呢 其实更加重要的就是 他熟不熟做这个策略方向的理定 如果你不熟做什么都不行 这个此其一 第二就是管理 他熟不熟管理呢 管理去到的心 究竟那个心是怎样带这间公司呢 有很多人都慢不惊心 很明显这个CEO就肯定就下了力 在整间公司里面 第三就是执行力 执行力呢 其实你在哪间公司里面 都是会呈现的 所以不熟不做其实是说什么呢 是策略管理与执行 就不是说你现在本身的行业 是 教授 关市不能够卖得太久 来吧 那我们一起请他出唱了 林伟俊 CEC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及行政总裁 林伟俊 Coyles 毕业于理性学校 13岁开始 于黄斌无线电子厂做铜工 晚上就在观纳夜中学进修 并完成中学课程 1979年Coyles于北角电气道 创办高瓦电业公司 以接厂家订单做外发加工为主 三年之后 于中山开设首家国内厂房 89年正式开设高瓦线圈制品有限公司 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99年更于香港联交所上市 公司名称为 CEC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股票编号 0759 2009年Coyles有感于 内地工业生产经营困难 同员工商议之后 认为在香港售买食品有可为 于是着手筹备 准备开一两间铺先试水温 2010年开设首家门市 759零食屋 参照日本生活区的消费模式 于香港开拓新的零售业务 至今759亚迅屋 已经有超过250间分店 在香港售买零食的店铺 奇门如市 究竟Coyles有什么窍门 令759亚迅屋突围而出 近年Coyles和团队越战越勇 开茶餐厅、车仔面 卖玩具和化妆品 究竟它又如何兼管不同业务呢 与CEO对话今集请来的嘉宾 CEC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及行政总裁林伟俊 欢迎迎来的嘉宾 林伟俊 林伟俊 他本业应该是电子零件 但是因为759亚迅属为人的认识 如果大家刚刚有留心听书的话 都知道 其实当年 你打算去做零食生意的时候 打算先试一下水温 开一两间 因为其实你都真的不熟都做 对不对 但是你其实都很幸运 因为就认识了一位日本人 这位前辈就引赞你去面见 一个当地都相当之具规模的 食品供应商 那你就打算一个大好的机会 在一个直正的晚上 一个很优雅的餐厅 万事俱备 PowerPoint都尾轮尾缓 但是你突然有一个很古怪的念头 你就打算 其实都心已已决 不如就进地一副 在PowerPoint做了一些手脚 究竟做了些什么手脚 又或者如何进地一副法 我们就想请林先生讲之前 想请台下的同学猜一猜 究竟他在PowerPoint做了些什么手脚 又如何进地一副呢 有没有同学想估计 我是Wilford Wong EMBA2013的 或者尝试一下突出的东西 譬如会不会将一些对方的名称 姓氏或者家族的东西 放进去令他产生一些共鸣 从而将生意谈得成呢 这是我的想法 后面第三排的位置 你好 我是Christopher EMBA2015的同学 我想索性就不用PowerPoint 放在那边 然后就直直揮号 想到自己想说的就说 这个更勇气 这个 那么薄 有没有那么薄呢 Carls 没有 没有那么薄 没有 如果这样 即是拍桌就 其实当时 因为它的供应商是相当大的 规模 断百亿计 在我们那些真是很微微的 小微小眼 人家肯给面吃一顿饭 已经是很大的面子 一打下去 还是说我做了十间八间 真的不用做 一打下去 立刻改三十间 然后 要他们明白我的心意 现在开了这么久 大家都知道我想做街坊生意 怎样跟他们说呢 他们是老人家 比我年纪大 十几年 二十年 他们的辈分和我 即是那个年代是这样 我立刻想起阿隋的故事 就是第一集 《尼家出走》那段 变成了一讲 我立刻想一下 我的名字叫零食 其实卖零食又很窄 连我的名字都改了 就是说我会开一间叫阿隋屋 就是做街坊生意 他就知道 他不知道我做什么 他就知道阿隋做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这个是一个很巧合的东西 很难的 因为我们对着一些很大的公司 我们怎么可以令到他们知道我做什么 如果对方不知道他们怎么帮我 你真的在餐厅那一刻才有这个念头 是吗 是 主要是香港公正出了问题的时候 日本找货 其实我们遇到同样的障碍 因为只有那十间八间店 根本这些大的厂家 是不会展示我们 你找回代理 找回代理又是回回头那条路 最后都要通过人制关系 去作一个介绍 在日本来说介绍 不只是做生意 是什么都用来介绍的 他们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还是要走这一步 因为那间供应商 其实在日本来说 非常一个月的规模 可以说是差不多十大 是很大的规模 是 不过你说走阿信屋这条路 其实是我们今天的Garman Choros 近五年发生的事 其实如果我们要day back 说从小到现在 你真的走的路都相当漫长 最初打算做街坊生意 小店 我知道你爸爸 小时候经营都是小店 都是小店 在人家店铺的边 拿几尺地方出来做 那些都是小贩 不过是黏着一幅墙的小贩 没那么流利浪荡 还有几寸的 是 然后前面占多一点 是 他不是买零食吗 是做钟标修理 做冲照 做曬照做的东西 是 也很乱雅的 也不是的 我一天晚上都是做手标修理做这些 但是他又会冲照 我爸爸是摄影师 其实我都知道你都很小 都要出来工作 九岁 九岁 塑外卖 其实在我们的年代很平常 很平常 家家户户都差不多 是 不一定是大孩子 其实生活是这样的 是 一家几口都要帮忙 其实这些有饭开就很合理的 是 很合理 但是你真真正正打工呢 我们现在就说很多时候怪兽家长 就是妈妈 就是大学毕业都会带她一起面询 但是我知道你13岁是正式 我妈带我去见工 是的 不是 我不认识去 其实初期读完小学 接着就去了长沙环 在一间索交厂打工 不过那时候做童工 那就要走鬼 那时候叫做 就是要害怕有人捉 那我爸爸在那里打工 我不想影响他的份工 那变成了 我就没有做了两个月 接着放学的时候 夜后放学 就听过同学说去公司请人 在巴士那里听到 接着我问他可不可以介绍我 那翌日我叫我妈带我去见工 是 那早上就在电子厂打工 晚上就上学 就做到21岁 那应该做得不错 是不错 因为你很快就做这个supervisor 是 是 因为我肯做 肯听话 什么都做 给你做的就很容易 什么都自己做的 没有的 那个年代 我想说很简单 真是有饭开很重要 我到今天也简单一句说话 有领食更加重要 没有 那时候没有这些东西 你们没有想过呢 在我们的年代 真的 那句说话叫找食 真是 谁叫你穷吗 这些我从小时听不惯 我上次跟你谈 你说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最重要是不要太多主意 是我师父教我的 但是你现在就出了很多主意 因为现在我做 老板 我做领导的位置 主意就应该现在拿出来用 大家明白吧 是 是 就是做小的就不要这么多东西说 就是我师父教 我到今天也奉行这一套 打工的时候 你也能够肯坐在那里听多一点 有自己的东西在脑里面就行了 其实师父说 我真的学了这一套 所以所有的会议 我有机会去帮别人去拿行李箱也好 拿完我站在那里听多一点东西 什么都学什么都听 其实所谓学 其实是那时候听的 就是做东西 但是有很多好的经验 不好的经验 其实都知道 到有一天自己用起来的时候 真话说 这些真的是很宝贝 其实你是一个很乖的员工 但是我觉得去到21岁的时候 你就不是很乖 是 因为突然间就叫走 你那些员工 整百多个人 就是跳躁 但是老板可以了我 原谅了我 因为那时候 刚好去到那个时候 因为有个同事 想出来做老板 他就要找工程人员 日本人太贵了 我便宜一些 其实主要我便宜的 在我来说 我发觉又多了几千元 也好 那就出去帮他打工 帮他设置一个新的厂 是红磡 搞定了 但是年纪太轻 自己原来是一间 资源无限的厂 我旧公司是相当大规模 是全球最大的 当时的线圈厂 想不到我所学的东西 就是要在那里 随便拿来用 这么好的 但是出到去 新的老板就怕我大小 是 在两三个月之内 一直觉得 担心我再下去 又有问题 我见到有人跟我 立即不做 在那时候 两头不到我 出去找工作 原来找不回 我找六千元 找回一份工 原来华智厂 是给了一千七元 是 我要回公司 有四千元 但是我怎么好意思 对着 见到老板 我背叛了他 那老板 暗泪底 帮着我 找同事 买些旧设备给我 买些东西 让我自己 在外面可以去开档 你现在再回想 这个老板 怎会好得这么交惯 他不生气 他不踩你 我上次的时候 做了我副主席 是什么道理 是的 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因为 因为我不是出卖他 我是真的想 争取好一点的环境 我是想 刚才说 我很贪心 因为多几千元的薪金 我是需要这个 我不是拿了他的资料 拿了他的情报 拿去偷襲他 我没有做这个 你明刀明枪 我是拿自己的技术出去做 谁知道我的技术低一点 又不是 那些人嫌你太年轻 21岁真的很小 那你回想一下 一,你不吃回头草 但是他暗地里帮你 你是接受的 有人帮 有时抹死落地坑 说一句 回去就受不了 是我很重要的 要记住的东西 但是 在这个环境里 有时也要面对现实 要不然 没有机会 在你人生之中 有没有人背叛过你 有,怎么会没有 那你如何取态 没有得取 由得他 由得他 有人背叛你很多因素 可能他觉得在这里 没有机会 没有前途 唯一办法 自己想办法 在日后如何修订 所以我采取很开放的方法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一直重置之后 因为有售仇 我自己的售仇 都叫了我很多单 很多东西走 有单 当然了,很多时候都会这样的 我自此之后 把所有的开发资料都很公开 令到这些不是秘密 也开始奉行一套 薄利多少 令到价位较小 让他们出去 如果真的有人再出去的话 没有肉吃了 是的 没有马仁 你吃了 很简单 这些是比较差的方法 也不是比较差 对客人好 对自己好 起码我都35年了 一间公司都还在 有没有曾经有人回来找你帮助呢 门口要打开 这个很重要 任何人走出走入都好 其实都有所求 在这方面 你阻止不了 也留不住 最重要 如果有人回来 证明这里自己也是 OK 又有另一个师傅说 他不是杀了你 其实他是因人 其实他给你很大的冲击 你可能令到很头痛 很头痛也好 其实到头来 你都还可以在这里继续 在这里支持 那已经是帮了你 如果不是 随时随地 不是他令到你死的 第二个都会令到你死 一样的 他只不过是一个防疫针 他是一个救星提醒你 这次你还没死 是吗 即是需要多谢他 原来你后面插你一刀 你多谢他 这个不是一些反话事实 出来做生意 人家没有心去撞你 即是等于走过马路 有辆车突然一声撞到你 你真是有心去撞到人吗 但有时自己都会想 日后再有的时候 我就过马路 即是没有事之后 我就更加笑 最多是审神 审神一点 没有那么近的路边 是的 没错 这个想法 是不是家教来的 不是 出来找食 慢慢会学到的 那几年里面 我跟过 同时间一起跟很多日本人 我跟过七个日本师傅 其中一个是我很重要的 啟蒙老师 到今天影响我一生 但是这几个 在不同的角度 技术层面 和他们的学习的不同 里面我真的有所影响 这个是 因为始终是很听话 和执行力很高 你多不接受都好 必须要执行 我到今天都是 其实我很重要的是 推动 推不到 即是玩完了 其实 就是习惯了 是的 习惯了 一声令下就一定要去 很服从 现在变成了我好像霸道 但是我没有办法 暂时多做几年霸道的人 但是我知道 去到内地车厂82年 是你一个挺大的契机 对于公司来说 为什么无端端会 在内地车厂有这个年后 因为我第一年出来的时候 就把工序改变了 拿到去拆散了 在不同的旧同事家里做 很辛苦 你有成本吗 不是 我没有地方 只有100呎 那就变成了很辛苦 駕着车四周飞 左摺右摺 整个香港都是你的生产事 不是 几个店而已 然后突然想到澳门街 那时候澳门是香港的后工厂 其中一个 在澳门找到一些大厂 他们又是很多私帮的东西 给大厂做加工 在那边的过程里面 就知道有国内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人 下了去拱北或者深圳去招商 在那时候 那我就有幸又是有个机会 进去拱北 就看到中山的一间厂 他下来 我去找人来了加工 那我就跟他说 我规模很小 他狠 我只有三十多人 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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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然未必找得到 不是 他找得到 不过他可能见到我 人及人缘 没有 我说没什么钱 我只有两三万元 他也狠 他又是 可能成狠 可能见到我年纪轻一点 给你一个机会 是 还有我做一些 在当时来说 他也想引入的项目 都叫电子零件 当然只不觉得他不太明白 他不明白 是的 总之叫电子零件 就是值钱 那就开始了 上到国内 这个和开放政策 都没什么关系 纯粹是上面太多职人 作为我们在香港 做一些 搞山寨厂 或者外面打工也好 所以很多技术人员 其实我们都很难请 去到上去 任何的操作人员 即工人普工 都是高技术的人员 令到我在那个时候 更加可以很大的发挥 是 在我开厂的人员 到现在还有留在厂 超过36个 现在还有20个在厂 是很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 一直发展下去 全厂的技术层面 最低学力的是我 一直以来都是我 但领导是你 是的 为什么呢 所以要战战兢兢 所以现在很紧张 为什么他这么忠心耿耿 你平时对他做过什么 没有 其实我去做一个很好的分配者 我做一个领导工作 其实是做一个真的财富分配 因为如果不是 我刚才说了 整间公司最差的是我 那我怎么给他们的条件 赚到的 应该怎么给那边的厂 还有给供应商 怎么给伙计 很快就他们找到一些 和另外一些厂不同的条件 就是好一点的条件 是 自然回到家里有人服侍了 所以可以留得久一点 就是很简单的 Colice由13岁开始做童工 到今天成为一位CEO 成功的过程是怎样呢 新闻之后 继续收听下一节的 与CEO对话2015 高瞻远足 与CEO对话 节目出现的每一位嘉宾 都是高瞻远足的领袖 创造财富的革新者 他们举手投足 带动社会潮流 你我息息相关 与CEO对话 今集请来的嘉宾是 CEC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及行政总裁林伟俊 来到第二部分的与CEO对话 我们继续跟今天的嘉宾 林伟俊先生聊天 到了88年 其实你的公司做得相当之有 具规模 上了轨道 更加有一间日本公司想收购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是一个心动位 是的 你那时有没有心动不如将自己 没得动 因为我的条件是没得抗拒 其实当时令到我可以继续自己做的 就是国内间厂 其实国内间厂出手拒绝他 他给了成年的来料加工费 即是不用付钱 让我可以继续给他做 不收钱 令到我可以继续撑下去 因为没有了一张日本大单 其实我要靠在外面再拿 外面的小单 还有要放数 是需要很多钱周转 我拖了去 差不多在当年的交工费 有两千多万 在那个年代是很多钱的 他为什么这么相信你 我也不知道 人急人缘 我真的不知道 很多东西都不明白 当时你就抗拒这个油画 但你自己做其实都很难 因为尤其是在90年代的时候 香港的经济都一般 有些客人又要走货 又或者要求你打折扣 这么难经营 其实当时是怎么度过的 这个难关 一关一关就这样过 关一关就拆 有时不行的时候 拖得着真的要拖 真是这个事实 没办法 最重要是有一件事 我在1981年 那时候去开银行户口的时候 遇到那个银行经理 他教了我一件事 他说我存了五万元放在他那裡 我存了五万元在那裡 然后给他借回五万元 就是因为那件事 在银行有一个叫借贷记录 是 其实这件事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用银行的钱 有一个很长的记录 在里面 银行的钱真的要很坦白 就是要将自己的理念 真是想怎么做 是很坦白 在那个年代一直累积经验 就是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过渡过程里面 就是靠银行的支持 就是我炫耀自己是一个很厉害借钱的人 就是因为我借钱久 借钱多 很早就借 好早就借 而且有借也有还 还有其实是要令到外面的人帮你 到了1992年 又遇到你那个银行家教我一件事 他说什么 他又说 其实你找一个好的人签名 我以为是什么是签名 就是找一个好的核数师 就不要找我现在的那些 两万多元核数费 就不行了 要二十多万的才行 要找一个几个核数师 是呀 当年… 当年要找六大 其中一间我 他说这个签名是影响你很大 就不值钱了 那个签名 别人看过签名 那我盘数即是 那盘生意是肯定的 所以如果一个做生意 那盘帐能够真的够认识到 差很远 叫帅子 帅不帅子不要紧 是让人查过 查你那个 是根本不会给你面子的 那么小时间 怎会给你面子的 照做而已 那就可以加一盘 大家会看得很安心 他拿上去 他都可以安心跟你舍 这个是…到今天 我也是用这个方法 其实我也觉得挺全奇的 一件事就是 你79年一个山寨厂 99年去到上市 其实是很简单的 又这么简单 真的 三年抱五 其实不是太难的事 什么叫三年抱五 生孩子 就是五千万 三年赚五千万 是 这个门楼到今天 都没有改变过 但99年 99年 是 也不容易 搞五千万回来 那时候容易 那时候赚钱比今天更容易 是 99年底的时候 是中国入世帽 那时候没有什么人上市 亦都整个市场很淡静 其实很偶然的机会 那时候 在很多不同的机关 倡导着一个第二版 第二版 刚巧我去听第二版的东西 傻傻下 去了中環中心 哎呀,抵什么二版呢 来吧 没错 他一看,你也够了 那就学上了 我说是否很贵 是否收便宜些 你收你八多万 真的收我八多万 真的吗 有纪录的 上市费用的 他刚才说他很老实的 不是 我真的觉得 那个人很泡水 他不是 他觉得收我多 我一定不做 也是 当时我用了六百多万 连食饭钱 你想想 他真的很想你上 其实 因为真的 先前做的功夫 做了下来 有好的核数师 有好的律师 有好的银行 有银行 我做生意是做那一行 我只会说那些东西 我又没有特别作谎 我未来发展有什么好东西 遇失 是 我又不是想拿得多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上市做什么 当时 你整辈子 刷得香港小社 那时候 上市只有一个目的 最后也有一个目的 就是说 当时民营企业 开始在上面多了 作为一家香港小型公司 其实在国内 想一些伙计安心些 或者请人请好些 一个上市地位 是真的有好处 有用 很有好处 接下来的十年 我找到不少好伙计 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所以 这个是有很大的帮助 你说我来炒炒买卖 那些东西 对我来说我不认识 1999年 CORIS 今天的嘉宾 林慧俊 在主板上市 今天股票编号 是0759 现在也是 是 如果我们很多时候想 上市应该是一间公司的终极目标 之后应该是一帆风顺 事实上 你们那间公司 是不是自从1999年开始 那些东西就顺利了 很多人都以为 上市就是终极目标 应该是刚刚出世 但很多人是用这个观念的 上市了 那些东西值多少钱 那些东西就不如买它了 因为我没有一个很长远的计划 真是为了我 真是这么偶然上市 只不过在当时的条件附合 那我一路照做 但是经济真的有起落 一直三年有一个起落 我们其实也没有说 一个很庞大的资金去改变 其实我们自己炒的五年计划 做得很好的 每五年五年 其实当时在上市的时候 动用了七亿多元去投资自动化 其实我们在这方面 是做了很多工作 只不过连续两个五年计划 做了之后 就遇到09风暴 其实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上市是比我们雄心万象 其实内部的内部的伙计也都知道 我们一路将产量一路推到很高 其实那个目标线也是有做的 只不过这些过去的事 这个是不是大小史言 其实 整个世界的势都不就 因为 过度的生产 在国内发展 其实很大部分的过度 竞争 大家很白热化 膨胀都很大 所有全国的生产力 不管任何行业都很大 每个人都心好 其实是 真的每个人都需要 供应是比需求大 我想是远的 很多行业都很远 很多行业都 也都从国内开始发展上来 很多人都走出来 多了很多新的竞争 但这个新竞争 又是饱和生产 其实令到我们 在那个时候 其实是出了问题 有人劝我 你不要冲得这么行 其实 都不算很狠 其实 如果以照上计 我的那个步伐发展 也很稳定 属于一些 都很稳定的计算 要紧择搅打的 但是整个形势 整个世界 跟国内的人管理很不同 他们论关系 反而跟外国人做生意 他们计算而已 跟你计算 整本计算 跟日本人都是计算 有关系之外 其实是计算 但是国内是论关系 他们会将那种生意 分到关系上 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 壮事断臂 当时真的斩下去了 我知道我不想跟他们斗 当时我觉得 勞动法推出协商的问题 都相当大 我觉得 你知道内势匈匈匈 因为人的价值观改变 和面对普工的价值观 都会改变 这方面作为造厂 尤其是要牵涉到上万人的工厂 是很难应付 什么是普工? 即是普通工人 普通工人 一般民工 的想法 都是提前望 零八是一个引子 去到10年复苏的时候 我才决定斩 其实是 零八、零九就是 风暴来临 其实对我没有影响 是的 为什么无端端 有电子零件 又走出去搞零食呢? 当时 主要在国内已经做了整篇工作 在10年初 在春节的时候 春运的时候 通知一般普工 可以减少回来 缩减了 由一万人 减到四千人 很大处 很简单 不是一个说话就可以了 其实他不回来 你叫他不回来 是不回来 那时候有很多工作 其实我是选择了 一个复苏之后的决定 出现 趁好消息出现 很多厂已经开上去 是 银行都问我 为什么要熟的 其实我选择了一个时间 回到香港 香港也有一间公司 在香港 我只是给了个讯号 这些同事 香港也转行 其实大家是做一个 立场计划 其实说真的 不是做什么好人 其实只是做一个好的下台 带大家 我想处理好香港 接着我就可以回大陆 退隐江湖 当时是这样想的 是 那我就不认识到你了 其实这些 只不过我自己觉得 干狼才俊 还有几十年 有什么好招 但那时候真的有些 干狼才俊之感 是 我如果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还要跟伙计说 我今天带大家 离场 不可能 我一定要 要认的 我当时是 将那个 CEO的位置辞了 是 辞了 你看记录 我是辞了 我认为我要负责 对这件事要问责 因为我作为一个领导 虽然我是大股东 我怎么都要向全厂说 在这件事上 我辜负了他们 始终很多家庭 我常是炫耀 我方圆十公里 都是我的伙计在这里住 在外镇 但是 对他们不住 对他们不住 因为我们都是求开放 一个家庭有三多个人 五六个人 影响到他们的身体 当然他们绝对没有影响 因为外面很容易找东西做单 我们会知道 始终有个别人 因为我而受影响 所以我觉得 我是没办法去扭转这件事 那还不是干难再进 是什么 其实应该 不要说自尽 否复 但是差不多 都要的 其实对自己 还要在那些时候上 还在认 认什么 没得很认 不应该的 说理由 你一个故事的开始 有什么因由搞亚信屋 其实搞亚信屋 其实也说了 一个离场计划 有几个年轻的伙计 就是 在那时候 我就叫他们去负责 教这个工作 希望他们在 那个履历上面 可以有个服务业 或者零售业 那个经验 但是 这是我的责任 当然大部分伙计 都不需要我做这件事 其实公司不行 就去其他地方 东假不打打西假 但是作为我 无论如何 这个是我的工作责任 是一定要做这件事 就是想些事情 让他们做 想些事情出来 让他们知道 今天你不走 明天都会走的了 你做不理了 最先的部署是什么 部署就叫他们去找店 做东西 让他们真的做 但是他们真的做 因为做开厂的人 走去抛头露面 面对最前线 坦白说 我自己都很清楚 不容易 很难受的 不一样的 其实真的不一样 最初都不是很看好的 想着一个下台 不是 我没有看好过 没有看好过 记住这个 他从来做阿信公 是没有看好过的 是真的没有看好过 直到 你说可乐事件 再下去 到今天 都没有看好过 五年之后 250间分店 没有看好 是 因为香港很小的市场 很窄 开250间 我再开250间 其实在分布 我已经做了很多测试 我开了很多不同的店铺 其实是做不同行业的测试 在零售上 其实不容易 香港太小了 香港太小 固有的经营者 其实已经存在在 我们的生活习惯 已经被改变过 如果我们走出来 是不容易的 真的 我自己说 这个小的就是 香港只有700万人口 是 要发挥的 要真的大规模去改变 都做了 都是这么多 就是那五百多亿 是 是 面外零售 大概900多亿 其实 抢了 不可能 那些是首富的生意 怎么抢 不能抢 所以 都不是 他一定有他固有的城市 他固有金湯 你不能斗他 他会跟你拼命 你不值得的 没有命拼命 没得到他拼命 没错 其实这个真的很清楚 其实我只是知道 我们难得有机会 可以做到这个工作 也我很尽心去做这个工作 这个经验 在我身边的同事 或者伙计 其实他们很好领略到的 我自己也在这里学习 这五年 等于跟我过去做了二十年厂 由五年前 今天的嘉宾 林伟俊 Coyles 完全不看好 到五年后的今天 二百五十间 他都说不看好 会不会 结果他打算再发多二百五十间 甚至北上神州 我们稍后回来 继续有我们与CEO对话 2015 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聊天 在这个时候 先请我们台下的同学 跟我们嘉宾交流一下 我是Eddie Tang AMBA2016 林先生 我想问一下 从小到现在 有没有什么特别 改变了你 现在对公司的策略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例如 改变到你现在有这么多 计划 又或者 令到你这么霸道 现在 多谢 有什么改变 有的 如果是 有造厂到现在 大家都说 阿帅屋 这五年里面 那种 体验 其实知道原来 香港是一个 不自由的地方 所以 如果我们真的是 一个自由经济的地方 其实香港是一个 相当 不开放的自由经济地方 这是我 改变了我对香港的 认知 我在大陆的时候 因为在大陆 辛苦了三十多年 其实长期工作在大陆 我反而是真的 会觉得 相对上 国内的机会 远远比香港多很多 当然 这么说 很多人会批评 认为 这样是否对香港 不尊重 其实不是 那种思想开放 其实在国内 比香港好 要做生意 所以 我反而改变了 更加没有这么开放 更加踏实 更加计算 这个是真的 回到这个地方 每一样东西 都很多事情 要很小心 很注意 自由奔放 已经不存在 那接着这位同学 我是EMBA 2016班 Tina 其实我自己 在快速消费品 这个行业 做了也有十年 连我也见证着 亚信屋 其实在香港 整个行业 尤其是零售 其实是一个 颠覆性的 一个发展 零售这个市道里面 其实那个 薄利多销 其实是否真的 可以有利 其实这个数据 你怎么计算 我真的很想请教一下 就是因为薄利多销 其实知道这个利 是这么薄 我们会计算 就是这么多 就不要想多了 平时想太多 很简单 其实大公司 可能 我不是说他们要 赚到尽 其实就以为 市场的价 是没有竞争 因为控制得到 其实这个世界 今天 英特地世界 已经二十多年 世界资讯 其实真的 不是那么流通 其实真的 还以为 张五常教授说的 信息成本 还会有在 没有可能的 今天是没有一样 所以我们 是将个 紧如利润 在里面 挣扎求存 这个就是 我自己知道 我今天还是 要挣扎求存 如果大家 以为大公司 就不用挣扎求存 那 这个数据就难计了 我是Hardy Lo 是EMBA 2016 对你来说 阿信屋 怎样为之成功 怎样才为之 你觉得 那些同事 会跟着你走 想了解多一点 可以生存 是否等于成功 如果是 就很简单 做得下去 就是成功 但是 没有成功 在我脑袋 一直都没有成功 失败 没有困难 没有容易 只有有得做 真的 这句话 我是一个很熬得的人 可以认为 但是 没得回答的 因为每一个人 在他对出发点 的要求不同 我觉得 作为香港人 我们在香港 应该尽我们的责任 我们不应该 生活质素 低于东京 绝对 没理由低过廣州 这个是我 在这份工作里面 很重要的抱负 要完成它 所以 刚才说 在大公司其他 他来到香港是赚钱的 我们在这里 我们是香港出生的人 我们应该要对香港 要做一些工作 所以 只要作为一个小人 可以做多少 多 因为我爺爺 在一九 一几年来香港 到今天 我们有一百年 我已经57岁了 我们可以做什么 就是多做一些工作 Colos 活出香港精神 给点掌声 我知道你接下来 选的这首歌 他很多香港人 心目中都可能 叫做《香港的主题曲》 除了《狮子山下》 第二首都应该是他 《海阔天空》 为什么你会选这首歌 以前我不听的 我觉得这些是不适合我 这首歌 不知道什么时候 让我听得多 我现在駕駛车 上班的时候 我就会听 在车上不断地听 在歌词里面 不是还要在感情上 是異境 是那种小 而且会想起现在的香港 那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这个《海阔天空》 Beyond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遇事有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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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嘉宾是 CEC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行政总裁 林伟俊先生 Colos 如果大家听了上半集都知道 他就是来自759阿信屋 不过说到做灵秀 很多人都觉得 做灵秀最难搞的就是地方 因为很多时候 香港的租金都比较贵 生意成本增加之后 我们做生意就变得很被动 我记得曾经有个嘉宾 也是我们《遇事有对话》的嘉宾 这系列的 田北辰也说过 他说他的教授 是哈佛的教授 如果你做这个灵秀 最好不要买铺 因为怕做一做就不无正业 不知道Colos的想法是怎样呢 你有没有买铺 或者你怎样去迎抗 租金这么高昂的情况 我是爷爷教我的 流水生意 做到哪里 人家旺到哪里 你跟到哪里 但是做生意 地方真的 不是自己买下来 就是可以旺的 人结地零 哪里旺 尤其是香港很独特 是很大部分由地产 即财团 控制的很多都是 發展都是由他们去计划 如果他们做旺一个地方 人流就跟他们走 如果你真的在另一个地方 很容易就会 真的你到时投资了之后 你去偿还那一笔投资 或者那一笔投资 需要拿来 拿回报出来 你是拿不到的 是 所以如果在我自己 通过做零售里面 这个经验 这几年的经验 我觉得 我绝对不会买铺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其实我一开始都不会 就是一间都没有 250间 其实有的那些铺 都是我完全没有零售之前买来的 那时候是买来收租的 那些不关这个事 跟大胃的事 香港是地产世界 我们跟他找食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最重要我是想到 如何计算 在他的地方做到 如果 埋单的 其实是不是我 其实不是 我合理地把这张单 给客人 我没有 人家租多少钱给我 我就去乱地 再附加上去 这样就不合理 我不是 一尺租金要200元 我就把那200元 分下去 连卖一棵菜 都是用200元尺租的 来卖的 我买零食 都是200元尺租 或者300元 没问题的 香港人买单 其实在那一集 教授偷私了 是吗 是 我立即把我的系统 真的那一晚 立即和电脑部开会 开了四个小时 我决定把卖价 是会加入一个租席 租席 让客人知道 在这个地方 你远就远比我业主 自己嫁给他 不是 人都远 你不要骂我 其实我知道 你留在250间的店铺 其实你在选店铺的位置 应该是否和我们 一般搞超市的考量 会不同 没有考虑 好不好 真的没有考虑 其实 这些业主给到你 是真的给的 就是 提供出来 有个位置 要不要 要 要 他给你 就要了 除非计算不了数 就是你不相信他一次 下一次又不给你 有些是重复了 有很多人问 那些为什么这么近 是 不过意 没办法 不是不过意 其实 这些就是 刺到你 就是 这一行是要这样 是 暂时我没有耳架能力 我没有拒绝的条件 我连拒绝的条件都没有 要就要 我不要 我怕得罪了他 到今天 香港 刚才也这么说 我们接受了 在这个香港里面 我们就想办法 等它变 这个变 不是我们一个普通人 可以去改变它 如果大家有楼房 作为地产发展商 你难道 今天的社会责任 是公关公司搞的吗 不是路搞的 是吗 这些公司 全部被公关公司搞 坦白说 是年报上要用的东西 那 说真的 如果我有樓收租 明明可以收一万 明年升到二万 我真的很伟大 是一万百元 已经很伟大 是一万百元 就是说完了 整个香港要承受的东西 这个等政府来做 所以我不想这些东西 如果我想这些东西 我就做政客 就是我真话说 我自己是想到一条数 我计算一条数 十到十日 我客人是很乐意进来买 就是租金秘率 这个是计算不了数 我就真的没办法做 或者再转换货总 再做 控制物流 3%成本 送货成本 3%的节目 一定要控制 所以一会回去 就要看看仓的物流 数据 做完这个节目之后 有事要做 你睡得很少的 不是睡得很少 有睡的 黑眼睡的 就是这样 没有压力就已经休息了 你对上两三次 删了一间铺 在什么环境之下 你删了它 他真的做不到这个数据 他做不到 是 这个一定要更加用 今天的数据环境来思量 其实是更精准的 做生意不是人情的东西 因为没有人给你面子 今天教授请我来这里 就叫做 水谷还没收拾 如果收拾了 可能也要聘我 失败的指楼 如何收场 什么 成功之母 那些失败之路 都是一个故事 可能是请一些失败到暈倒 人家醒了 不是,正在哭的时候 正在哭 但是就是闭门 所以如果真的做生意 这个不是向自己交代 周遭银行 这些不是乱说的 银行看着你的 是 银行看着你的数据 接着供应商 看看你的流畜够不够 他给你一个条件 就是你能否走到货 走不到货 有很多地方 每个人都说 那些伙计 你给不到工资 难道又生了吗 真的 没可能 真是银行吃 大家都叫银行吃 你对不起,我很操作 但是我真的这么说 哪里操作 就是银行吃 真的银行吃 五年前 Koros打算去搞零食屋 其实你真的挺无心插楼 是的 听说你当时也用一个乱字去形容 当时的情况有多远 有多远 为什么呢 我以为我们开店很简单 同事都做了这么多年 是 采购部就去召售供应商 去市场买货 看看后面标签 找哪个代理 就召售去 然后去找银行 学东西 学东西 一打去 你这间银行在哪里 还没开 没开 没开,买什么 接着可不可以给个银行 我们召售了十几间 只有一间银行的报价 其实那个报价 就是等于那些 即是不报 打电话去下单的 即是不报 即是不报 接着原来 他们是用逛街的 又要分 只要银行街 走银行街 我们才知道 原来香港开银行街 也不是容易 在银行街出身的人 很容易 因为路数比我们更好 即是市多 即我们有个公司 远远不及一间市多 其实是真的 这个是想都想不到 那个银行街 已经走了十几年了 因为他们知道开银行街 有什么路数 有哪些银行街 会走来 那些货厅都齐了 我们要把自己的饭堂 变成一间银行街 然后说 我的银行街 是一间厂厂 师傅 真的这样算 我们真的这样做 接着呢 他才走上来 我们写照 坐在外面 在那里聊 原来这样 即是这一种 在我来说 很弹性 怎会这样 即是 原来是这样一层次 来到 我们给他看 都始终有个公司 虽然很小 是啊 但是 是 他也会理你 他这个制度 那种僵化 那种层次 大的又做大的 又不会碰你 小的就做小 又不会理你 后来 你做了什么 令人去理你 没人理我 其实 你也有一间银行街 有的 有一两间 知道开银行街 真的找到几间 但是那些 所谓给你 我常常举个例 就是 10元的所谓建议零售价 去给你100元 是 是 其实我说买10元的时候 旁边的那家会9.9元 立即改价牌 我们用系统 改都改不及了 那时候系统不太先进 不先进 即是不可以即时下去 要隔日下去 然后我们跟着人家之后 人家已经是 再加价 再加价 所以其实是没得做的 利润更多的那些 给你7元 即是不用买 即是那些货是没人买的 好买的 10元的货 9元给你 其实呢 给你一点点 已经是 好好避免你 知道 其实赚了赚了 这些是人工钱 当时我们很清楚 但当时我们没有计算过 原因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目标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问题 那你当时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就是离场 是的 给个下台阶 给一些年轻 其实是一个离场计划 所以当时我们没有想过 先做事 计算过两年里 虧七百多万就是一个计划 就是为了什么 知道吗? 为了一些小孩的CV 或者在一个履历上 有写过 有做过凌晨 用七百万 七百万不是很多钱的东西 其实坦白说 真的不是很多钱的东西 很坦白说 也有经验的 其实这个数据是要计算的 计算过 因为当时租了两三家 已经计算到虧多少 一个月就虧了几十万 你这样做 留下的人会看的 我想说 做老板有时 说现实点 不要说到那么伟大 做任何工作 都是给留下的人看的 真的 是的 其实说虚偽这个 真是物有所谨 我说虚 真是说真心话 在这里有人见到你 原来都有一点点的味道 有人情味的 是 有点点的味道 其他人真的会做 有很不同的反应 是 做主管做生意的人 有时 留点位置给自己 是 那由何时开始 七五九 在场边踢球的年轻 变到 不是踢球 是执球而已 执球的年轻 在主场那些大的市场 会觉得你是一个竞争对手 你怎么会阻止我 是的 开始留意你 或者给你压力 你呢 你说了多少 其实我想到汽水事件之后 他们才会知道 有一家公司 是不起眼的 是 有谁会觉得 一家公司可以 但是 大约你跨国公司 你要拉队走 那我们这些 真是湿湿碎 由汽水事件 我开始学习 学习、传媒关系 学习、接触这些 开始知道 外面所对我们的认知的反应 当时应该是 利用 因为传媒上面的压力 我们给我们 向前走的空间 由六十间 我一声 就即时计划 一百二十间 一年之内 多六十间 反而不受到压力 其实为什么 因为大公司 说真的 个个是叫做 王家公 一球一球计的人工 就是一百万计 全部都求求声的 石身的 真是我们这些 就是爛达达的 你一下 石身的那些 尾到埋伸都不会利利的 还有 上宝真的玩完了 在这个时间上 我就急速啟行 去一百二十 然后再借助一件事 竞争法的讨论 再多开六十 就是一百八十 那是户航 其实真的是户航 不是说人家投鼠忌器 人家都没有空理你 也都 犯不着 犯不着 犯不着麻烦 打工的 真是直说这句话 这个可能我想错了 但是 所以在那时候 我已经 在一百八十间的时候 我曾经说 要停一停 其实我有计划 在三年内停一停 其实我觉得够了 跟你瘫得这么尽 接着呢 我看到形势有点不同 他们开始想移动我 嗯 嗯 你知道了 报纸有写的 看到你了 在雷达上面 不是 他们其实看到我了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搞到他了 我立即开到六十间 去到二八四 的理由就是 我要巩固我的采购力量 我是需要向我的供应商 因为他们是绝有条件 在我现有的 你说直送 别人一样在外面 随时拿到你 我所有的供应商 都被这两大超市 去召唤了 连我自己的分公司 都当供应商来召唤 召唤了 召唤错了 那你是不是拿了 没骗你的 真的 真是 拿了他们的 最近的 差点 他们召唤到 连我自己 印了我们标志的货 他们都召唤了 所以要回去 是 遲些 我的货车会进去 他们的货车会进去 要拍照 是 我准备自己拍的了 你拍了 你可以试一下 真的笑 你说年纪大 有时都老谋心酸一些 这个过程 我都有一点 用一些心术 当然做人 用心术是对不对 但是这个护行 没办法 所以我真的有用 有计过这个速率 所以到现在 我还可以继续如何 去挣扎求全 在他们手上 难道 其实未知 所以大财团 反而为你护行 应该好像 我们第一节 这样说 可能插你一刀的人 你真的要多谢他 他没有插到我 是 给你一些压力 其实我想他的老板 会多谢我 这些大老板 是赚钱的 他的伙计 是僵化的伙计 他反而看到 原来他的僵化伙计 其实我自己也有幸 接触老板 他们很客气 原来不是想我死的 原来 请我吃饭 老实说 他会自己看到 他给那么多求的伙计 原来求求声 也是没用的 我的存在 是成为一个小丑角色 其实OK 在我来说 我又可以做到 刚才我想说的工作 我觉得有一个空间 给了我 这个是真的 今天说这番话 是真的我心想说的 其实我想我的存在 其实很多人暂时给我 遲些要 我真的再瘋一点 我不知道了 可能瘋的入精神病院 所以我用这么古灵精怪的方法的人 其实 有存在的空间 是 那个故事 近期又被人说过一次 他说是听我说的 是 他听别人说的 就是那些沙甸鱼 你运送的过程之中 如何令那些沙甸鱼不会死呢 是一些它的天敌 不太多 你的天敌如果太多 两成左右 就会吃光那些沙甸鱼 它是真的2% 那这两个傻猪 那个傻猪 就追一下 追一下他们 那整群人都又下又下 到最后 差不多有95%都不死 因为他们常在动 所以人家会保护你的 你是那2% 这些我简单说 就是信天而行 在商界拼搏了这么多年 Kois就认得一身好武功 不知道有没有一朝半夕 跟我们分享一下 CEO被夹 今天Kois带来的秘笔就是一本书 叫做《无语绿之矛盾论》 为什么会选这本书呢 其实小时候我很左傾 也不怕说 所以我发大陆发展 亦都因为我对大陆那种政治环境的信任 你当这种 很多人觉得是错还是对 不要紧 我就是因为这种信任 而够胆在大陆大步去做 大大步行 这个亦都有关系 有时得与失 有时真的很难说 在学习无损里面 其实我觉得 尤其是在三七年之前那些 在打江山年代 其实跟今天做生意的人都很相似 打江山很多人都是比喻做生意的 其实是 不要考虑他的工作 其实当是一个历史人物去看 从他的行为举动上去看 去学习 奋斗思考 如果知道他有犯错误的部分 你就没用 没问题的 没人叫你好似去搞文革的 其实最重要是学习 如何在矛盾中 找到一个空位 同路人 大家以什么叫同路 都有差异 追求路线都有差异 大家最终所望的前路 大家想的目的都一定有不同 但是在同路时就同路 去到分歧的时候 分开就会自然分开 这些其实到我们今天 零食 我只是做零售生意的其中一部分 以后可能不是买零食 做生意就是这样 我把那套搬到这里 我一直都是这样 把人事的管理工作 和大陆的加级矛盾 很接近的人 管理人就是很复杂的东西 其实都是很多矛盾的事 怎样 你是想去搞乱成文革 还是想去摆平了大家 去平和去 看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在我来说 当年我自己小时候 看到我们的红红祖国 很多东西一直都发展到来 觉得是一个目标理想的时候 你所学习的就会更加快 这个只是我自己年青年代的东西 《矛盾论》是梅泽东其中 在后期一本很重要的书 很重要的书 其实在里面学到什么呢 就是很多东西 我们真的存在在敌我之间 存在在价值观大家 其实取向都不一样 搬回来今天 客户来买东西 不是因为觉得阿随屋 有什么伟大目标 其实是因为你便宜而已 是啊 很简单 原来客户 我找到东西回来 我们要怎么做 我的伙计会和我是否同路 一起上路 和而不同 可以的 我不是一个包容的人 其实我自己知道 我没有什么位置而已 矛盾是一个作战的工具 其实很简单 字面上已经解释完了 就是里面的内容 也不用这么哲学的层面去研究这个字 另外跟它齐名的就是实践论 人家问你的定位在哪里 多数的答案就是 我站在那里就是我的定位 那你就想想 期间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里呢 下一个问题就是 下一步我应该去哪里呢 如果用原先那种思维 那必然就会出问题了 因为世界正在变成的 因为你今天的存在 令客户也改变了 明天他会来再问你 有什么新东西呢 有什么好东西 还可以便宜一点呢 虽然我知道你给很贵租 但你应该计算它 顾客永远是对的 你说有多矛盾 但是这个矛盾之中 你要找一个定位 来到最后一部分的 与CEO对话2015 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Coyce 面对大集团的威胁 阿信屋在货品的定价策略上是如何 其实定价我真的计算 因为我真的自己做的时候 其实是开了六个月 六个月之后 因为找到货源 在三一地震那时候 我就开始拿那个数据出来 我回来的货价真的差了一部分 那怎么做呢 我就计算了 租金所有东西都计算出来 那时候是计算37.5% 那时候因为没有一只赖买 那只375 所以我就 硬是38都变成375 那375是作为纪念 这个375是怎么想的 是计算出来的 就是计算的 是38来的 本来是38 38% 但是那时候的会员没有那么多 其实只有四成多会员 计算会员卡的细状 以及租金、平均成本、物流成本 我们的管理开支、创存、库存成本 所有这些东西 是一个总账分出来的 当时没有钱赚的 但没有钱赚是因为买货柜 将货放下去之后 我们赚多少 就是计算出来 接着我有个伙计很厉害的 他看了两间上市公司 一间是便利店的 一间是清晰市场的 公开数据 老大哥都是赚14% 当年 现在又好又不好 我们初出茅路怎么办 一个 很狼 不狼 这样出来 第一年有1%赚 能够逼迫 壮香拜神 一间做生意 我觉得好像很少 怎样可以出来做生意 可以不用输 多少人做生意 赢的是一个梦 真的 想是赢的 走下去有谁真的赢钱 如果赢钱就不太难 做生意 是 计算1% 薄利多少 然后第二年目标两个 第三年三个 第五年就是五个 不可以 不可以 也很激烈 为什么 市场不会接受 因为我超级无敌的对手 都是赚那三多个 那没有可能比他多 你近他的时候 你究竟要做些什么 可以近他 因为他的规模真是厉害很多 他越厉害越慢 很多东西外判 为什么我经常说物流 他们物流大部分是外判 因为以为这样是最省力的 外判得来 多一个人去分的利润 还有 他最重要是打关系 如何拿你的单 他未必需要 很有需要关系 研究自己的效率 还有 经营者是不会想它 以为撥出了它 我计算这个数据 应该是几个投标 最便宜你了 还不是我拿得最便宜 其实物流 我全部都是自己做 所有仓全都是自己做 所以这是我控制得很重要 我有印证的 所以叫货都是自己的车 所有都是 所有插柜 什么都要自己做 你怎么想的 不能想的 我做厂就是这样的 厂的人就是要计算 我的客户来到 你和我计算 这么多年都是拿着东西 是这样的 每个步骤对不对 你的材料和这间供应商买 为什么和那间买 那间一样是 抱负了 为什么你不拿那间 那间便宜一点 那间是我集体用的 它便宜一点 你一定要拿去 你多好关系 30年都没有用 那间是不会容许你 多洗一毛钱的 是 一个人可否做一行去第二行 一样 一样而已 经验可以 问题就是你的策略 你的数据怎么打 你的管理和你的执行力 如果执行力去到某个位置 你断了 你哪场莫及 我知道 香港是一个这么奇怪的地方 原因 大部分都是受控制的供应链 如果有很多外国公司 想进入香港 要通过代理 然后才能够打入场 因为 难道坐在人家里面 但在超市门口会等一天 所以 其实引起外国的供应商来 当作是一个普通厂家 我买零件一样买 是这样的 先给你钱 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当然没有 我怎样够胆收 其实你肯让我这么开心 是 是 是 不用压钱 什么都不用 是 这货有什么退 难道要寄两包给你吗 没有 看来说 可以吸引到一部分的供应商 是 其实回答最初的问题 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 控制 可以自己控制的东西 控制的东西 所有的成本控制 我赚多1% 并非我要加价 我真的系统上没有加价 其实是赚我自己的营运 控制 这些是我应赚的钱 所以你说759 为什么可以做到薄利多少 首先我觉得在2011年的3月6日 就是认识到那些供应商 可以说是你的转业点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你都真的未必可以 真的可以有这么便宜的货 可以益到我们香港的市民 但是其实也有一点点天意弄人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因为你和他们见完 签联合同之后 过了几天 其实是311大地震 海啸 就是当时你会不会 哎呀 总之当时不要手多加个零 有点点后悔 因为辐射问题 其实可能真的影响到食物的安全 当时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有什么 其实也没有合约签 没有签 当然没有 日本人必须签约 说个信字 其实说了就算了 当时我那天回到厂 跟大家说 我会回到香港 专心地做些东西 我很少回来 大家自己搞定 也出去跟所谓的官 打个招呼 我转 harmful 我是很 השäter 我也会直接说 便想完后 你念回去厂做一些东西 谁知你能回来 为什么能收到电话 日本地震 我以为都是没有东西 那么 你日日日日ено 怎知这件事 outline不是普通的阵 直接回到香港 原来我天忘了 这是以为 真是还原了 但在過程中一直聽 他就知道很大件事 我根本就已經沒有想過這些事情 想過在日本那邊的師傅他們的環境 其實在那段時間我沒有想過這些 其實回到去,我做了兩件事 在感性一點的,剛才說的那些 我自己真的有很多朋友 第二,我打了幾個電話 通知那些科技,有貨全部都掃進去 所有的貨,外面的貨 多少錢都要掃 你怎麼想的呢? 沒得想的,自然反應 因為我知道一定是供應出問題 是慘的了 因為港口都停了,知道是沒有貨 那時候其實找到新供應商 那些是大的 之前有些世界我已經拿了一些 包括馬上去拖貨那些 我都還繼續在做 我還在可以出得來的 就出 就繼續出 其實你說我是不是一個有人情的人 我不是,我其實是一個計算的人 真的計算 因為這些店要開檔,要開工 即是擔心沒有貨 即是擔心沒有貨 其實你說,我想說我真的要計算 真的要想想一些貨 我想想有沒有生意做 我想說我不是一個好人 我就是這麼簡單 你嚇你而已 不是嚇你,我真的 我真的一邊走回來的車 我自己開的 一邊下來,一邊在電話中 一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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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貨就掃 見貨就掃 打完一個電話就一個電話 都是掃 包括香港在內 即是我們759認識 都是零食屋開始 是 但我們近兩年 看到你好像愈來愈多搞作 即是賣零食便賣零食 做甚麼要賣玩具 做甚麼要賣車仔臉 化妝品 你真的不怕兼顧不來嗎 好,答個真的 好 很討厭教授 我很尊重的 來 做生意不是掌聲 其實我們已經沒有第四個競爭法 沒有再有新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就要搞一些東西出來 真話 這些東西第一,不是亂來的 都是有雙關連性 但很多人會覺得我們很多心亂來 實話說 混沌是自己很清楚 混沌最終是一定 兩極之間一定會牽引得很好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這件事不能夠不做這件事 而市場上 因為真的覺得我們可能性 剛才我聽到都說 可能你也有些事情搞到別人少少 很多大的對手 就是剛才說 有些小的都會說我們 是一些 會不會已經是一些霸道的東西 壞孩子 其實連小的都會批評我們 但是很多人看 有一樣東西就是 看你幾時 怎樣 講完了 即是說 哪有可以這樣做 其實做生意 要自己在行個亂章的時候 要繼續向前行的時候 要更加清楚所有的數字 是不是 這個亂章 其實我真的過去做廠年代 都是習慣用這個方法 其實這個是我一個經營手段 很真話的 在教授面前我不敢亂說的 你客氣客氣 真的 其實我只是一個 我自己用一個 攻略上認為 是要搞這麼多花神出來 而這些花神 其實哪些是主 哪些是父 很清楚 我到今天的主業 依然是我的善章 沒有改變過 主業是善章 尤其是最近 國內打貪腐 這麼嚴厲的時候 讓我肯定 可以重新推進 原因 我說了 我是覺得上面的環境不同了 當日 現在變了一些 變回一些 我希望 給我們一個好的營商空間 那個才是我 舞台 所以 你說我這樣說 是不是又是亂來 又是一樣的 這些學生是知道你說什麼 是 因為我上課就說這些 所以其實 搞這麼多行 其實有雙關聯 但是在未關聯之前 其實也是一個很混沌的事情 別人會看我怎麼熬過 別人會看我那段路 這是一個時間 這個時間 就是讓我繼續 怎樣去掙扎求全 是 不過我又看你 這麼下放權力 給一群年輕人 是 或者是2002年 你開始請一群大學生 開始 我又會覺得 很多人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很不相信這八、九十後 你為什麼又跟他們相處得這麼好 而且更下放一些權力給他們 那不是我信不信的 其實無奈一定要給他們 是真的 你說我 環境就是這樣 其實 真的是一浪一浪接一浪 不是說我們比他們好 如果我要他們跟我 我永遠這間公司是沒有新一代的人 三年就斷了 年紀會大的 2000年到2002年來的同事已經三十幾歲了 再早一代的已經是四十幾歲 其實我們自己的公司 如果現在沒有再接上去 其實 說真的 我自己 可以怎樣撐下去 其實這個是很難的 一間公司的永續經營 其實是需要這樣 我到今天都是潮著 將這間公司永續經營 不是一個家族 我不玩全城 我是覺得這間公司是自己運行的 在我現在做主管的過程裡面 我就希望能夠這間公司 一代一代人接下去 而這部分是很重要的工作 其實這個不是用信不信 你不信也要做 所以我覺得 我是不會放信在前面 是必須要做的工作 嗯 但我知道其實成就了今天的Course 我們今天的嘉賓林偉俊 除了他的經歷 可能你今時的日本的師傅 你家人之外 其實都有一些人生的金句 或者哲學其實一直伴隨著你的 我經常說黑幾福利 信天而行 很多天都需要 要克制一己之私利欲 回復天理之本現 這個是我座右銘 我更加開始覺得 有些事情 我們不要以為 很多人是追隨自己 其實首先要自己去追隨別人 然後爭取別人去追隨自己 才是重要 這個是我最近開始有所變化 我要去適應大眾 而希望大眾能夠因為接受我 而可以跟隨 這個我覺得做人應該是這樣 先由自己開始 其實在上一節也有說到 覺得250間分店都是很少 或者香港其實的市場太小 有沒有想過再怎樣去發大它呢 純粹香港市場上面 不應該再亂做 原因 那個租金其實 還有很密集的香港 那個分佈點 其實我在 11年 其實4月 因為日本地震之後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搞 求地產商給我們 那時候 我亦都在地政總署 我經常說 我在發展綱領藍圖上面 我花了三、四個月時間 是看完 看完哪個區域有多少人口 圈了大概四、八個點 這些其實應該是根據人口流量 流通的數據 肯定知道自由行 在北區一定是貴租 所以我很少在那邊緣的店 屯門不多店 而元朗更加少 因為知道這些是未來非常貴租的地方 所以全部都是計算的 那邊說去做真的 計算的 在這個時候 先請我們台下的同學 跟我們嘉賓交流一下 你好 我是Austin Fong EMBA2015 很多人都會說 電子或工業是一個夕陽行業 我想問林先生 你怎麼看電子業 未來的發展 還有香港應該怎麼做一個定位 和國內怎麼做一個互動呢 這麼偉大問題 應該是問題手 應該是 不是 香港怎麼定位的 問特首 問電子行 問電子行 其實我出來開檔21歲的時候 我老闆已經把我們這個線圈簿 成為讓我們的年輕人可以做主管 其實那時候已經是轉向做 那時候叫做Cassette Cassette 即收錄機年代 其實已經是玩完了 我已經是夕陽開始 其實夕陽 等於今天 你做不來 回去睡一覺 明天再說 其實我們做生意 最重要是不要自己放棄自己 其實不要想什麼夕陽 其實想這些事情的人 就不要出來做生意 對不起我這樣說 想那麼多做什麼 你去做 其實真的去做 不去做 在想 怎麼走不接國內 你回到大陸 走兩個圈 你對不對 談 有錢賺 周圍有很多錢 是否融合到圈子 懂不懂文化 那些錢是否可以和你的荷包融合 你自己想清楚 其實這些不是學的 真的不是學的 機會周圍都是 是嗎 我夠想和有錢人 天天一起吃飯 這樣的夢 發來做什麼 我不會做這些事情 如果讓我回答你 真的做一例就做 一個可以做打工皇帝的人 不一定做一個老闆 自己是一個 將才就是將才 做一個領袖就是一個領袖 自己想清楚自己 是不是可以 拿得起放得低 簡單說 自己要知道自己的事 跟中國銜接 其實我上大陸三十多年 所以剛才說 因為我有些左傾 我覺得夠膽大步一些 有很多人去到90年 九幾年到2000年還說 嘗試進入大陸 剛才這個問題是一樣的 人家賺完錢就走了 讓你慢慢想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 猶豫不決 不如決定不要走 我真的想說 做生意很大責任 對自己 你可以挫敗多少次 你自己問清楚 還有你有多少本錢去挫敗 以下的問題 是代表兩個組群的人問的 一就是我們80後 90後 和快出來做事的2000後 第二個群組就是 好像林先生那樣 一些上了年紀的老闆 其實我們這幾代人 要成長到什麼的境地 你們才會放心 放手 交盤生意給我們去掌託 你問你爸爸 你問 沒用的 你去做 你做出來 你爸爸請個伙計 好不過你 他當然要交給你 對不對 請個伙計好過你 他叫個伙計照顧你 說完了 你回到公司 要爸爸安排好 找個伙計看著你 放心交給你 其實他根本就放心不下 其實這是靠自己 我經常說做生意 怎麼可能 別人放給你 是 你真的做到 接班人 承傳的事情 我又很有看法 怎樣承傳 不是別人給的 爸爸的一款身家 都不是爸爸給的 是自己有沒有能力去做的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 其實 所以我不懂回答 因為我爸爸沒有東西給我 因為他給了我什麼呢 就是給了我 知道我們可以開飯 現在在香港沒有人沒有物 快要出來做事 或者在做事的年輕人 沒有人沒有物 即是爸爸又沒有錢 又沒有物樂 又沒有東西 那你就去打一份工 打到老闆很看氣 然後老闆 八年貴老媽 做的時候就給了你 不是真的 也有很多這些事情 那門生意 他的子女不做 可能有店有東西賺 那門生意給了你 那門生意給了你 那個殼給了你 這些事我也聽不少 是呀 其實你真是很專注的行業 那些在他來說 這些事情都不想做 你去做吧 有很多機會 但是不是說你一出來 八十後、九十後 就一定過出人頭地 這樣還要有人做催催的 是嗎 真的 我經常說 不要那麼強求於自己 如果我們做小生意 能夠做到八年歸老 做到七、八十歲 都還沒結業 好成就 你會做一個當口仔很容易嗎 我們有請我們EMBA的同學 林先生你好 我是EMBA2015的Clara Time 是 很感謝今晚你和我們分享 管理上的經驗 是 我代表在座想送一首歌給你 就是許冠傑的《世事月期》 你讓我們明白 做生意賺錢固然是你所當然的 但是能夠以社會的責任 和消費者的權益來優先 才是最難能可歸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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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